我们收到的时候 枪都是这样的 拆开的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东西 有一个短尾 一个长尾 有五针甲 有瓷嘴 还有一个导流剑 还有五针 这个枪杆关是这样的位置 这样的位置 我们导流剑要装在这头 装在这头 然后我们把它拧紧 这样拧上去 我们这样拧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瓷嘴 这个瓷嘴 然后拧上去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五针甲 这是五针甲 我们的五针甲上面都有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用2.0的 2.0的就要用2.0的五针 然后五针要磨尖 大家看一下像我这样 磨成这样 磨尖过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五针甲这样穿进去 这头大一点 我们是在后面的 然后我们这样把它穿进去 然后我们这个长尾 然后这样 把它拧紧 一开始不要拧得 也不要拧得太紧 然后我们这样去调节它无针的长短 无针的长短 这样调节好它的长短过以后 然后我们再拧紧 这样无针 这样的枪就装好了 雅虎汉冷汗 枪的安装 冷汗跟雅虎汉枪都是同一把 这有一个开关线 一个七点一体接口 现在我们这个七点一体接口 接在这里 枪的开关线 我们接在这里 再拧紧 这个地线夹 我们要接在外面这个孔 这样就安装好了 我们先把这边这个后气调节好 调节到2.5 然后我们就去调节这个电流 大家比方说 我们在焊0.8板的左右的时候 我们把电流调到90到100左右 这样就可以去焊解0.8的板材 你要拉焊的话 我们电流再小一点 在70 60左右 我们要加焊丝 我们就把它调到110 120左右 我们再焊0.8的板材 就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参数 你厚的你就适当的往上加 薄的你就往下剪就可以了 脉冲 我们要现在仰换这个右边这个表 我们先把它电流调好 调到160 170 180都可以 我们调到180然后再切换到脉冲 切换到脉冲 这边是频率 频率一般话我们调到2或者3 你不熟练的话调到2 熟练的话调到3 然后这边是焊接时间 我们就慢慢的往大了调 从小慢慢往大了调 调到你能看为止 就可以了 这是脉冲一个调节方法 谢谢大家 冷汗 我们这边是电流 这边是时间 电流我们也调到170 180左右都可以 厚的你稍微再调大一点 大部分说三个厚 五个厚 你调到1900200都可以 调好过以后不用动 我们调这个时间 我们慢慢的往大的调 调到你能汗为止 就可以了 就调制一个就可以了 调制一个旋钮 我们还有一个自动汗 冷汗的当中还有一个自动汗 自动汗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的 电流调好过以后 但很区别呢 就是手动呢 是要按照相开关的 要按下焊一下 自动就是无针碰到弓箭 抬起来 它会焊一个点 焊过一点以后 第二个点 然后碰到弓箭 然后再起来 它会焊第二个点 这一个自动 是什么的 是什么的 这个什么的 那我突见一下 那我突然不太好 那我突然不太好 你还不太好 那我突然不太好 那我突然不太好 你把这个水 那你把这个水 可以吗 你的银 你的银 你把银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智能 这个智能的话 我们给大家设定的参数在那边 代表说你看一下这个L1.5L1.5 我们平对接焊平板的时候 我们是脉冲 这就是脉冲的时候 它会连续焊1.5个后的 就按着枪开关不动 它就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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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自动去焊起来了 这属于脉冲的一个功能上面的 我们还有一个D2.0 D2.0就是焊2.0后的板材 不锈钢 两个后的板材 就是点焊 就是冷焊的一个功能 这是冷焊的一个功能上面 我们给大家设定好的 你要焊两个后的 你要用冷焊的话 你就去直接调到D2.0 就可以去焊结了 你焊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焊一下 就不需要你去调参数了 谢谢大家 我们这把清洗枪 上面有个快捷头 一个开关线 我们这个快捷头 要接到第二个孔 这个开关线 我们接到这个小孔 我们这个钉线夹 我们还接在外面这个孔 然后这样就安装好了 清洗的功能 我们这边有C10 C10我们就是清洗薄板的 看一下 我们清洗薄板的 最大电流是10 看到没 最大电流是10 我们还有一个清洗热板的 看一下H40 H40我们是从11开始 这电流就大嘛 然后一直到40电流 清洗后板的时候用的 看现在是净黄层的 我们先来清洗 我们先来清洗 我们擦一下 我们这把 看清洗的枪 是植柄枪 我们接头 接在这个7.1底接口上 这个开关线 我们接在这个上面 我们在这个夹子啊 是捏着的啊 捏着的 我们接在这个红色的上面 然后这样我们就接好了 然后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个机架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机架 它可以调节角度的 看到没 高度角度都可以调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枪 装在这里边 装上去 然后拧紧 我们这个开关就不用去管它了啊 不用管它了 我们这个开关线接不接都无所谓的 然后 这个镊子 要夹 夹着你那个 弓箭夹在上面啊 喷在这上面 就可以去焊接了 喷一下 然后拿开 它就可以焊接 进行灯亮 我们如何去调节呢 然后我们也是这样 把电流调好过以后 然后我们也去调这个时间 就可以了 是跟冷汗两个调节方法 是一样的 汗的时候 我们那个乌针 要碰到那个 碰到那个弓箭 然后离开一点 它就会焊接的 你乌针粘在上面 它是不起糊的啊 只有离开一点 它才会焊接 就不需要去按照强开关 跟我们冷汗这个 自动是一样的 散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